殷舟,太医在黑雾中沉思,谋光明灭间,周围的虚空崩塌,蔓延出去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堵门之关,在他漫长的生命印记中,有模糊的线索,过去接触过这几个字。 此时,前方那道门户不稳固,金色裂缝轰鸣,大阴间的能量不断溢出,这里已经成为一片无比可怕的恶土。 现在这片区域,除却几个究极生物外,任何人都不能驻足,否则会在瞬间化成一滩黑血,死无葬身之地。 几位究极生物的侵传弟子都是阳间顶级大能,然而放下那些用以破门的天才地宝等物资后,就迅速逃离了,根本无法立足,都只能站在阴州外。 我有些印象,这一刻,太医神色凝重,他的脸色再变,双目深处浮现年少时的一些景象,有些缅怀。 他也曾年少,也曾神采飞扬,行走在尘世间,很正义,成为那个时代的阳间主角。 后来,他变了,为了活着,为了更强,越发冷漠无情,视世间生命如蝼蚁。 我的师祖曾提及过,这时,太医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终于想起来了,何时接触过那几个字,是在年少期,实在太久远了。 它是何等生物?太医,原本不属于这一纪元,逃过上一纪的大灾难,折服在混沌海一纪中,而后复苏。 这种古老的生命体,曾属于逝去的世界。 因为它活的岁月太漫长,不可能将所有记忆都保留,有些无关紧要的都会封住,或者直接磨灭。 进化路无尽头,任何强者在生命跃迁的过程中都能体会到,若是心思纯净,杂念少一些,与大道链交融,以及蜕变相对容易一些。 这种老古董,为了保持赤子之心,一般都会斩掉许多无用的琐碎记忆。 而现在,它揭开了尘封的一段旧意,却惊得背后发凉。 在这少年时期的琐碎记忆中,居然埋着这样可怕大事件的残片。 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了它的神色,也听到了它的话语,都意识到这件事很严重,多半极其可怕。 赌门之关,这是很久远,很凄凉,曾充满血雨泪,关乎着全天下人的生死。 太医,平静道来,就这么简短的一段话,顿时让人感受到一股沉重。 所有人都回头,透过那道门的缝隙,看向被四界大道链锁在那里的石棺。 一瞬间,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悲壮,扑天盖地而来,仿佛看到了一件凄凉的往事,令人心头沉重。 我的祖师在上一纪元,也几乎算是天上地下无敌的生灵,可是在提及那个人那口观时,却是在仰望,敬畏。 一句话而已,让几位究极生物,脸色皆变,感觉如山鸭顶。 而石棺在他们眼中越发地神秘莫测了,似乎体会到了某种凄凉感。 祖师说,不仅我们人族,几乎是天下所有族都险些灭绝, 若非有人已关赌门,举世就没有活着的生灵了。 就是简短,不过一段话而已,却让人隐约间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一个流血的世界各族要亡重了。 有人悲观赌门,挡住了大灾祸,保住了世间。 赌门之关,不只是挽救我们阳间,还有其他世界,祖师提及,诸天所有大界都被波及, 若无意外,都要被天穷上留下的血侵时,世间将就此化作血色,万无寂灭,所有种族净凋零,再无生机。 这就是太医提供的旧意,很简洁,没有更为详尽的信息。 可是,几位究极生物却都无生了,沉默很久,感觉到那一世的恐怖,还有那个时代的悲壮,流血的诸天,各界都要化作死地,再无生命印记。 那个人是谁?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问道,应该与第一山有关。 太医答道,当年,他还年少,而他的那位祖师并未多说,不过按照后来的一些线索,他觉得与那第一山有关。 此话一出,不少人瞳孔收缩,容不得他们不忌惮,所谓的第一山真不是随便命名的,有各种古怪。 仔细想来,那里极其可怕,有太多的秘密。 那几张人皮的来历颇为蹊跷,诡异得很。 有人开口,第一山的九号、六号、三号、二号等都曾出过市,非常邪议,被认为是序列生物,从一道就,最起码有九个。 也有人说,那只是一个人曾九次脱皮,现在真身不知在何方。 总之,第一山极其让人忌惮,若无必要都不愿沾惹。 武皇为亲传弟子出头,曾与那九号交手,感觉如何? 有人问道,武风愣摸道,他很强,我出动的虽只是一件兵器,化我肢体。 不过,他一显蛛丝马迹,绝对的恐怖无边,毕竟只是一张人皮,若有血肉,着实不好揣夺。 嗯,我也想起来了一段模糊的记载。 这是,另一人开口,来自地下世界,为某一黑暗源头。 地下世界,早已存在无数岁月,有血腥的一面,但也在探索世界的真相,发掘古往今来的各种重大秘密。 毕竟,世界每发展到一定时期后,都不可避免地终结,走向寂灭,他们想研究透彻,挣脱出来。 所有人都看向他,连太医都露出意外之色。 这个人行走地下世界,贯穿这个纪元,早年时曾在遗迹中挖掘到过不属于这个纪元的石碑,破译出不少文字。 堵门之关,堵的是上仓之上,将诸天万界都与那里隔绝,不然别说人族,就是先族,便是那先王等都要覆灭, 各大界都会若泡影般凋零,归于死界。 纵为究极生物,在场的几人也都心中矩阵,这很可不,万界沉坠,诸天王种,有些圣人,惊悚世间。 按照记载,那个人大战过后,堵住了天上的缺口,阻止了霍元的蔓延, 而且后世也有无上天地堵过门,拿母气顶镇压,可惜诗碑残破,记载有限。 地下世界的这个究极生物很遗憾,当年,他心中有所触动,可后来随着实力强大, 却有些不怎么相信那记载了,不再当真。 而今看到堵门之关,就是一起让他几倍发凉,那十倍让的记载居然有可能为真,并非夸大。 他的这些话,着实再一次震撼了在场的几人,不止一次堵门。 我们有一天,是否也要去堵?有人低语? 一刹那,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不是堵门,而是拆门。 我们,还得再进化,不然,有人开口,同时摇了摇头,每说几个字都是一顿。 谁都知道他的意思,纵然是究极生物,还是不足,要继续前进,再蜕变。 每个纪元都会莫名终结,越是强大的生物,越是焦躁不安,越是到了它们这种层次,越是觉得心中无底。 前方迷雾重重,一切都过于诡异可怕。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疑惑,道, 这,不对,太阴间虽然是推演中应该存在的一介,可是,并非绝对无人去过,或许上一纪元,或许亘古时代前,有前人曾走过那条路,至于这么危险吗? 大阴间的确可怕,在阳间人看来,那里就是地府,是森罗玉场,一旦两界贯通,定然天崩地裂,圣灵涂炭,要死一万人。 但是,几位究极生物却相信,两界旋说不至于那么大,可以一战,不见得说阳间就比大阴间弱很多。 关于堵门之关的记载,其可怕之处是否被夸大了? 大阴间就是上仓之上,不太像。 很显然,这里的门户并不是传说的那道门,但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有些关系,守法相尽。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是否要惊动低山,请那里的序列生物出来一谈? 相继有人开口,因为这里确实不太对劲。 不解除那缕怀疑的话,总会令它们不安。 别忘了,黎达可是从低山走出来的,曾拜师于那里。 有人提醒,去请低山的生物出来谈一谈也无妨,别忘了,也有种传说,黎达就是低山的牺牲品,就是送出来血迹的。 一个浑身都冒荧光的生灵开口。 它的魂力格外的强大,足以惊涉世间,连同为究极生物的强者都忌惮,含有生灵的魂力可以强到这种地步。 这些话语很惊人,如果传到外界去,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 这个极数的生物,多少知道一些当年的真相,黎达的死因扑朔迷离,在场的几人都有各自的猜测。 楚风如果在这里,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他听到过类似的传闻,甚至在冒充低山的弟子时,就有人说过,他这是在自己送死,主动陷阱。 有人对他讲,低山在各个时代都会收弟子,而且都是世间绝顶奇才,可是到头来来,竟然没有活下来一个。 其中,名气最大的,自然是黎达。 当然,也有人说,低山的弟子不是献祭了,而是进入了另一片战地,有更璀璨的世界,有更血腥与残酷的大战场。 就如同传说中的天地后人一般,沿着一条道路主动杀去了。 而羽上天尊,据传就是天地后代中的一只,祖上身体出了问题,所以留守,可惜可叹可悲。 结果这一只最后只剩下羽上一个人,竟沦落到这一步。 主要是,历史太深沉,太久远,有些人早已被遗忘,至今帝者之明都不可闻,所有一切都被世间忘却。 不然,羽上一脉怎能如此,谁敢加害? 纵有狼子野心之辈,恐怕也会惹到众怒。 毕竟,一切都成为传说,曾经的过往不可考证了。 过往的功绩留下了什么? 只剩下残缺的传闻。 一个又一个纪元逝去,曾经那一世的生灵成为黄土,而后世子孙都早已换了不知道多少代人。 第一山很安静,封山有断日子了。 九号立身在山中,盯着黑血研究所的主人,露齿一笑,白的圣人,让地下世界的这位霸主几乎想转身就走,不愿与他再有牵连。 因为,无论怎么看,九号的真身多半都大有问题。 有朝一日,血肉在线,它将会是谁,会是什么生物。 你们想请我出去,可封山了,离不开。 九号叹气,脚下有一堆灰烬,而后他再次烧纸。 难难道,离打,走好,以后我会将那些人都打死的。 这话说的,让黑血研究所的主人一阵无言,是在恫吓他吗? 赌门之官出现了。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告知详情。 嗯,刹那,九号洞容,哪怕是一张人皮,也鼓当起来,宛若有了血肉,满头发丝飞舞,空洞的双目那里,射出撕裂天地的神盲。 最终,九号出山,随同而行的还有六号,三号。 在路上,黑血研究所的主人解释,道,离打早就死了,这次现世的不过是一缕执念,我们并未杀他,跟他接触与交手,也只是想弄清楚当年发生了什么,欲找回失落在大阴间的无上经书,一切都是为了我阳间。 九号道,我知道他是一缕执念,如果是他真身,我们老哥几个早出去弄死你了。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顿时不想说话了,怪不得另外几个究极生物死活都不来,这实在是没法愉快交谈啊。 他脾气还好,如果换另外几人来,估计已经打起来了。 在路上,九号与六号还有三号居然融为一体,化作一道身影,自称九六三。 殷州,几位究极生物毅力,当看到九号三人的融合体后都露出意思,因为这个生物极其强横。 我一直很好奇,您是一个序列的生物,还是一人的九字蜕变脱下的皮,到头来是否还会出现十号呢? 这是,那个浑身银色浑光浓郁的生灵开口,它为地下世界某一黑暗源头。 事实上,它的疑问也是几位究极生物的共同念头都曾探究过。 若是还有十号出现,是否算是终极体了,该不会还有十一号吧? 浑身银色浑光闪耀的霸主问道,九号的融合体面无表情,道,有些名字是不能说的,你敢出口。 我想,你命不久已,活不太长远了。 而眼下我看你印堂发黑,已经到了血眉,年轻人,当心啊,或从口出,禁忌不可言,不能随意提及。 接着,九六三仔细盯着满身银色浑光的霸主,道, 有点门道,你是从浑合中爬出来的,也敢现实。 此言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在场的几人知道这个满身银色浑光浓郁的生物的身份,乃是浑光洞的鼻祖,号称与天地同存,为地下世界黑暗源头之一。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合作多年的浑光洞的鼻祖,竟然还另有来头,出自浑合。 这件事很严重,实在过于惊人。 或许,太医怀疑过。 事实上,在九号的融合体,提到浑光洞的主人要倒血眉时,的确有事情发生。 一道黑的让人发慌的乌光,无声无息间,进入了浑光洞。 同一时刻,楚风正在凤亡的洞府打包与收割,也在自语,浑光洞距离此地不是非常遥远,同在青州。 它就在太阳河的上游尽头附近,我是不是要过去看一看? 因为,他在这里了解到,浑光洞的一些大药并非全部养在那口神秘的洞穴中, 有部分栽种在太阳河中的小岛上,借太阳火精之力供养魂药生长,乃是智阳魂药。 在凤亡洞府,楚风收割到的撞魂草已经很惊人,可是经过盘查与审问, 他了解到,浑光洞那里有更惊人的魂药,那是阳间最稀有的大药之一。 我又不是强盗,这次只是过去看一看。 他义正言辞,自己都相信自己说的话了。 他觉得,现在多半没机会去采摘,不过,这次也算是探路了,以后肯定要去。 他不知道,或许现在闯去真有机会,魂光洞今天注定遭祸。 阴州,九号三人的融合体盯着魂光洞的主人,道,让人作呕的怪物,竟从魂合中上岸了,莫非认为,杨间已经沦为你们的新巢穴,来了就不要回去了,非宰了你不可。 九六三刚来时还算平和,但现在却一脸的冷冽之色,对魂光洞的主人非常敌视,不加掩饰,像是有深仇大恨,深恶痛绝。 五皇几人脸色凝重,纵然是他们也都感觉事态严重,魂合中的生物上岸了。 这可是超级可不大事件。 若是这样的话,杨间被渗透很多年,居然都没有发现魂光的洞主人的真正身份,这相当的危险。 别人或许不了解魂合,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可到了他们这种层次,怎会不明白? 魂合是不祥之地,诡异之源。 曾经的魂合尽头,连天地都曾叠血,大战极其惨烈,那里对杨间生物来说是恶土,是大祸源头之一。 甚至有人猜测,每一次的纪元更迭,世界覆灭,魂合都有可能是参与方之一,必须得严加提防。 不是没有人想推平,可是魂合尽头太神秘,当年连几位天地杀过去都留下遗憾。 他们以为扫平了一切,可事后才觉察,竟还有最后一关,腻在诡异尽头的黑暗中,没能找出来,不曾攻破。 可想而知,那里多么的危险,魂合尽头的终极观,极其恐怖。 当年,曾有无上血洒落,染红魂河畔。 满身都是银色光辉的魂光洞霸主很镇定,带着冷淡的笑,面对963,又看向另外几位究极生物,他从容而平稳,直接挑明,这是低山的人在污蔑他。 他想为黎达复仇,分化我等,以后逐一针对。 魂光洞的鼻祖平静开口,始终都很冷静。 这时,几位究极生物都露出一色,没有开口说什么。 九号的融合体并未急躁,虽然难得地有了情绪波动,很仇视这个周身银色魂力浓郁的霸主,但不曾失去冷静。 他看向几位究极生物,道, 你们要知道,魂合尽头多么的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让阳间万劫不复。 稍微一顿,他又道,这么多年来,让一个魂合中爬上来的生物混几阳间,且与你等并列,这不是失误,而是大过。 满身都是浓郁银色魂力的霸主,魂光洞的主人,淡淡一笑,有些冷酷,话语简短,道,欲加之罪。 呵呵,九号的融合体也笑了,再无任何言语。 轰的一声,虚空崩解,大道断裂,毁灭气息,铺天盖地。 这实在太突然了,九六三直接动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也让魂光洞的鼻祖瞳孔收缩,急速后退。 然而,天地彻底变了,到处都是模糊的痕迹,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下,亦或是虚空中,都烙印满文落。 阴阳图,很古老,也很朦胧,到处都是,宛若水墨化,黑白轮转。 九号以前施展过,但是却同现在不一样,此时微能更恐怖,无数的阴阳图浮现,很模糊,烙印每一寸虚空间。 九号的融合体,将这里化为黑白世界,锁住了天地,成为一个有形的黑白牢笼,将魂光洞的主人震在当中。 没有理由,只凭污蔑,你就要动手。 魂光洞的主人大鹤,周身魂力澎湃,银白光芒冲销,太害人了,古来罕见,这么灵魂力,惊人的生物太可怕。 他以魂光就要窃开时空了,要撕裂一切阻挡。 要什么理由,老子认出你的身份,闻到魂合中独有的恶心气味后,何须解释,哪里需要为谁说明, 直接动手就是。 刚才说那么多,不过是为了稳住你,怕你逃走。 九号的融合体后道,刚才,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封锁此地,无数阴阳土狠,遮拢了天上地下。 同时,这也是为了保护这片大地。 不然的话,现在九六三太可怕了,辐射出的能量足以让阴州毁灭。 你们还不动手,真要看他离间我等,以后逐一出手吗? 魂光洞的主人对其他纠集生物喝道,而等当自重,别让我怀疑你们中还有魂合中爬出的生物蛰伏。 九六三开口,接着,他又道,虽然同样射黑,但你等不过是行走在黑暗中,有血有肉,而魂合中爬出的怪物则不同,是感染体,是诡异源头之一。 几位纠集生物无言,什么叫射黑? 真是不中听啊,这老家伙当他们是在混吗? 轰隆。 九号的融合体果断而强绝,阴阳土演发出盖世一击,如同一个光轮霸道绝伦地轰杀了过去,光阴河流被截断。 隐约间,那片布满图痕的时空凝固了,魂光洞的鼻祖如同画卷中人,像是被挂在一堵神秘墙壁上,下不来,被中击。 破,阴阳光轮凿穿魂光洞的鼻祖,真血似箭,惊涉事件。 敢从魂合中爬出来,我就敢弄死你。 九号的融合体咬牙切齿,像是有血海深仇,无边的大恨。 现在它如此凌厉射人的气质,与它平日人畜无害,漫不经心的样子完全不同。 后,魂光洞的鼻祖嘶吼,恐怖气息弥漫,无形的魂光在震荡,太过害人了。 若非殷州被锁,它足以让数以亿计的生物魂光燃烧,死个干净。 即便如此,离这里最近的观战者,殷州外的大能还是受到影响,一群人噼里啪啦地坠落下去,魂光都在跟着震荡,几乎要炸开。 这实在害人。 963都已经锁住殷州了,还会如此,足以证明魂光洞的鼻祖无愧是究极强者,动辄就可以灭河山亿万里。 你是不完全体,是要召唤魂盒中的真身,还是说要呼唤你的主子? 九号的融合体冷笑道,恐怕不行,今天我说了,禁忌不可轻言,你印堂发黑,就要死了。 哄,963站尽先手,阴阳光轮旋转,没入那璀璨而巨大的魂光中。 魂光洞的主人,其魂力惊涉人间,自身的魂光高达不知道多少万里,矗立在大地上,太具有压迫性了。 他要以魂光以无边的魂力撕开稚固,磨灭九号的融合体。 但是,此时他遭受重创,阴阳光轮生生不息,没入他璀璨而磅礴的魂体中,截断了光阴,震得他魂血飞溅。 说弄死你,就一定弄死,履行承诺。 九号的融合体低好,凤王的洞府,楚风收割完毕,足足获得一大捆状魂草, 每一株都洁白无暇,清香阵阵,让人灵魂都为之弥醉。 这东西能滋养人的灵魂,可以续命,为稀释是真。 除此之外,他还从那药田中收集到部分大能及土质, 这是更加让他心动的好东西,如果量足够的话,可让食罐中的种子在发芽。 太阳河畔的这座洞府很美丽,风景如画,山门内尽是各种灵藤溢草, 白雾蒸腾,神泉谷谷,犹若仙境。 现在整片道场都一片寂静,这里的进化者都成为阶下囚。 楚风看着凤王,道,我本与你无冤无仇, 你等竟要以什么优雅的姿态狩猎我,现在还觉得有趣,好玩吗? 他很厌恶这个女人,虽然的确美丽的惊人,是一个少见的丽人, 但是他依旧不想手软,临去前要解决掉她。 凤王平日里烟尸魅形,是一个霍水极美人, 在阳间有极大的名气,一直高高在上,而现在心中大聚。 他的魅力,他的手段,现在全部失效了, 这个楚魔头根本不吃这一套。 我一时被欲望遮了双眼,还请给我一个机会, 魂光洞会给你足够的补偿。 凤王祈求,想拖延时间, 因为他对自己的师门有信心, 背后的能量恐怖无边, 有震慑阳间的底蕴于来头。 可惜,楚风不为所动, 你叫凤王,辱墨了这个名字。 楚风还真不是违心的话, 的确有这种感受,因为在过去这个名字, 曾给他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地球上曾有一只凤,被称为不死凤王, 当年与他相过亲。 想起当年,楚风一阵怅然, 有些出神。 他有些感叹, 轻松岁月啊, 就这样是去了, 在地球天地一变初期, 他居然被父母逼迫去连着相亲两次, 满满的回忆。 第一次是和夏千语, 当时还有天头, 江洛神。 第二次相亲, 他便遇上了身高175公分, 一副女王犯, 但却失忆的不死凤王, 还带给父母看过, 那时两个老人都很开心, 很满意。 多年过去, 有些人多半再也见不到了, 有些事早已成为过往, 不复再来。 是几年了, 不知道不死凤王怎样了。 应该活着吧, 希望安好, 楚风一叹。 扑。 短暂回忆后, 楚风击毙凤王, 并未手下留情。 至于那个赤发天尊, 自然也难逃一死, 管你是否为魂光洞的嫡系。 所谓的天地异象, 血液倾盆等并未出现, 因为被楚风一拳轰散, 打灭了。 紫鸾一哆嗦, 有些窃窃的, 弱弱的, 这才是他熟悉的楚魔头, 对敌下手时, 从来不手软。 不卖了。 他小声问道, 卖给你个头。 楚风敲了他 银白的脑门一下, 在阳间, 他当人贩子的话, 能卖给谁去, 难道挂在魂光洞前叫卖? 实力不允许。 好痛, 可恶的魔头。 紫鸾抱着头, 又差点哭出来。 龙肝凤髓, 为天下真谣中的极品, 我要不要尝尝呢? 楚风盯着那头画出圆形的五色神琴, 一阵犹豫。 这是一头拥有不死鸟大量真血的神圣琴类, 可是, 当想到不久前他还是人形的, 楚风有些下不了嘴。 算了, 口腹之欲当戒, 我当自省, 莫要沉迷, 不如归去, 还是去洗劫吧。 楚风摇头, 如此理由, 这么光明正大, 万分有底气, 也是让紫鸾发呆, 而后暗自鄙视。 离火天鸭天尊面无血色, 被楚风逼迫着带路, 前往其洞府。 最终, 楚风在太阳河中的一座洞府内, 失望而去, 离火天鸭是个散修, 府中实在没什么奇珍异宝。 这就是魂光洞。 楚风带着紫鸾赶到了目的地, 来到太阳河上游, 盯着一片云征霞位的锦绣山川。 当然, 说是来到了上游, 其实离魂光洞还隔着无尽遥远之地呢。 并且, 这次他已轮回土湖住自己与紫鸾, 并食贯遮蔽, 确保安全最重要。 所谓的魂光洞, 的确就是一口洞。 他位于那片神山群最中央区域的主山上, 隔着很远都能够看到那里喷薄锐霞, 魂力汹涌, 神圣无比。 至于山间, 奇花异草到处都是, 阴云灵雾四溢, 神霞澎湃, 各种瑞兽与灵秦不识出没, 多不胜数。 这块地域有强者。 不过, 似乎发生了异常现象, 因为楚风看到山中许多进化者昏厥倒在山门中, 有点邪性, 怎么似曾相识呢? 该不会又被那位光顾了吧? 楚风产生不好的联想, 然后, 他当真看到了那口洞中除却仙光, 除却魂力汹涌外, 还有阵阵乌光在荡漾。 我去, 他又来了, 楚风发呆。 然后, 他果断行动起来, 直接向着太阳河中某座岛屿冲去, 既然有乌光打前站, 跑魂光洞中去了, 那么他也就不怕了。 这意味着本地的主人, 可能是地下世界的黑暗源头之一, 不在家中。 这预示着又一个空巢, 老九级正在倒血煤。 你进洞, 我上岛, 咱们分头行动, 各干各的。 楚风兴奋, 刀屿上绝对有不可想象的魂药, 借助太阳火晶生长, 这是要发大财了吗? 他要干一票大的, 感觉热血沸腾。 那道乌光进入魂光洞深处, 扫荡很久了, 但却一直没有离开, 因为始终觉得这里一样有特殊的痕迹。 轰的一声惊天巨响, 他发现线索, 开启了某一座隐蔽的门户, 打开了古老的封印, 然后他便看到了圣人的魂盒。 弄死你们! 这四个字, 自那黑得让人发慌的污光中传出。 像是有形的超声波, 乘网隔状, 构建出一条通道, 跨过时间与空间, 连向未明处的一条河, 浑河。 黑得让人发慌的污光中, 有一双灿灿的毛子开合, 游若大渊中的两盏金灯, 非常明亮, 但却看不到这个生物的轮廓, 依旧模糊。 他散发无尽的沙翼, 带起一阵刚风, 所过之处, 魂光洞光秃秃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 大刀链浮现, 魂光洞四分五裂, 吴光没入那条宛若连衣波纹组成的通道中, 直冲魂合而去。 这是要死磕到底, 吴光想涂掉魂合的生物。 魂合显然不在阳间, 他不知在何处超脱室外。 轰隆, 没有任何话语, 吴光闯过网阁状通道后, 直接出手, 汗天洞地, 声猛地就截断了魂合。 哦, 可怕的低吼声, 像是亿万神魔在嚎叫, 无数的魂光冲起, 遮蔽了天雨, 混乱了光阴, 古今都要颠倒了。 那道黑得让人发慌的乌光, 也跟着暴涨。 接着, 起雾了, 无边灰暗覆盖, 什么都看不到了, 大雾遮天, 整条魂合都不可见, 死一般的寂静。 若是有人在这里, 一定会胆寒。 乌光一击, 何其霸道, 堪称盖世的攻击力, 可是最终起雾后, 就让整片天地死寂了, 再也看不到, 听不到。 谁都不知道, 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连乌光都像是消失了。 直至片刻后, 大雾散去部分, 一切才模糊可见。 接着, 此地沸腾, 魂合, 水花翻涌, 浪涛无数, 接着大雨滂沱, 铺天盖地, 覆盖了这里。 仔细看, 雨飞天上来, 而是起自魂合, 倒冲向天, 遮蔽了整片世界。 最为可怕的是, 倾盆大雨便知, 所有的雨点都化成了魂光, 带着混沌气, 无穷无尽, 冲向无光。 这实在甚人, 一个雨点就是一个混沌神奇, 在这天地间密密麻麻, 无边无言, 都满身是魂血, 实在太恐怖。 此外, 岸边上, 黄沙漫天, 逆着雨而起。 所有沙力都化成虚影, 是稍弱一些的魂光, 遮盖了天上地下。 所有的魂光, 所有的虚影, 都扑向无光。 哄, 魂合盼, 惊天巨阵, 再次昏暗了下来, 大雾又一次遮住天地, 什么都看不到了。 直到后来, 天空中身影无数, 皆染着魂血, 密密麻麻, 剧烈燃烧, 大量消散, 也有些化作雨点, 坠落回魂盒中。 漫天黄沙, 有些一烧成虚无, 湮灭在空中, 有些则坠落在岸边。 这让人惊叹, 魂盒一朵浪花内, 也不知道有多少雨滴, 都运着魂光。 岸边, 一粒沙一世一缕魂, 魂合漫长, 岸边黄沙无数, 很难想象到底积淀了多少, 这实在有些恐怖。 简短的激烈冲撞结束, 天地寂静, 魂合无声, 非常昏暗, 一切都模糊下去, 唯有一道乌光隐约可见, 在岸边与魂合对峙。 黑得让人发慌的乌光中, 一双眸子开合, 目光射人, 十分璀璨, 最终看向魂合上游的尽头方向。 死水一潭, 吴光中有声音发出, 魂合, 与他所想不同, 居然死气沉沉, 像是被遗弃了, 并未有恐怖无边的东西出来, 一切都太平静了。 相对而言, 刚才不过是小波兰。 传说中, 这里可是有着太多的诡异, 无边的黑暗, 曾洒落过天地血。 还没到时间嘛, 所以魂合尽头的那道门没有开启, 你出不来。 乌光中有这种疑惑的声音, 此刻, 死寂的魂合盼起风了, 黄沙漫天, 血色的旋风发出乌乌声, 格外的圣人, 像是在回应他。 大雾中, 有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 让诸天都要站立, 莫名的大恐怖, 宛若在迅速接近。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给人的感觉很不好, 一旦出事, 似乎这个纪元就要结束, 诸天便要坠毁, 万界都要流血, 走向死亡。 大雾, 遮天。 魂合水渐渐动荡起来, 要彻底复苏了般, 开始躁动, 借着迅猛轰鸣, 暴涌向天。 上游, 魂合尽头, 有可怕的铁链声响, 像是有带着枷锁的诡异东西 在走动, 在接近。 诡异在哪里, 你倒是滚出来啊。 那道乌光中传来贺声, 当真是不服又强硬, 胆大包天。 哐当, 门在阵洞, 伴着铁链的声响, 砸门声震耳, 让人自骨子中 感觉到一股森寒之意, 毛骨悚然。 浑合尽头, 迷雾覆盖, 好像有一道门要砸开了, 震慑人世间, 疑似有目光透出, 冷酷地审视诸天万劫。 吓唬谁呢? 烟砸东西, 我早晚弄死你们。 敢动吓我, 敢威胁我。 大个的出不来, 爬出几个小个的来, 我全弄死。 如果让人知道, 一道乌光跑到这里叫板, 挑衅浑合尽头, 绝对都要目瞪口呆, 头皮发麻, 这太逆天了。 其胆子实在大的离谱, 生猛的一塌糊涂。 哄, 飞沙走时, 狂风大作, 整片魂盒暴乱了, 即将决堤, 沙力漫天, 魂影无数, 哀嚎声, 神魔魂海等, 到处都是。 不过, 那道乌光不为所动, 依旧在那里, 冷笑道, 看来是出不来, 难道还有更诡异的东西, 在圈养你? 刷, 一刹那, 魂盒外, 天地间烟红, 像是晚霞出现, 又像是血染珠天。 那是血的气味, 接着悠悠声响起, 居然是混沌肚节曲, 这种无上妙述镜成为 混河畔的某种招魂曲。 一万魂光如同光粒子, 争腾而起, 没入混河尽头。 血色世界, 在这可怕的曲音中, 若隐若无间, 像是有极其模糊的声音传来, 让人心中如同长得草般发荒, 接着又撕裂般的疼, 最后发闷。 诸天魂落, 为何永存? 这是未知时代的语言, 源头太古老, 纵然是乌光中的生物学究天人, 也只大致判断出, 那是很多各纪元前的古语。 不过, 能够听懂, 因为有某种魂力在朦胧地扩散, 化作魂面。 这片地带无比的诡异, 魂合绵长无尽, 曲音悠悠, 血色天空可怖, 大物扩张, 尚有铁链撞门声不断。 能出来, 就别避避, 乌光不退走, 依旧横在此地。 突然, 一股冷冽的寒意出现, 如同钢针刺骨, 在魂合上游, 真的有东西出现了, 爬上河岸。 还真出来了? 乌光中的生物, 乌光中的生物瞳孔收缩, 这倒是超出预料了。 而且, 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生物, 极尽恐怖, 全都不可名状, 惊悚世间。 诡异的源头真的出来了东西, 带着邪与世界末日的气息, 乌光中, 那双瞳孔收缩, 接着, 黑得让人发慌的乌光, 整体沸腾了, 它并未退, 而是生猛无比, 带着狂风, 带着大道秩序链, 横扫了过去, 全都弄死你们。 哄, 一片金光喷勃, 犹若垂天之意, 一头由符纹组成的昆蓬斩翅, 从那魂河上游铺击过来, 声势浩大无边, 阻击乌光。 顷刻间, 下游这里乌光暴涨, 大道链交织, 贯穿向昆蓬, 宛若烧红的长刀, 刺入雪地中, 嗤嗤声不绝于耳, 白舞蒸腾。 这是秩序的冲击, 这是大道的对决, 爆发出冲销的光芒, 让寂静的魂河都躁动, 大浪滔天, 魂影无数。 上游的生物非常强大, 抵住了乌光中那位强者的惊世一击, 我似乎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乌光中的强者止步, 不再杀意沸腾, 他低声自语, 盯着迷雾中的两大可怕身影。 这里是魂河, 是世间诡异源头之一, 有着莫测的威胁, 出现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 本已不存在的人在现, 这就有点不寻常了。 两头生物从那混合上游走来, 奇形甚人, 没有一点人模样, 诡异状态过于惊悚, 样子太可怖了。 可以看出, 他们当年应是人形生物, 至今还保留着部分残存的特征。 但是, 现在还能称之为人吗? 根本不可能再是。 一头生物, 下半身除却两腿是人腿外, 臀后还有朱躯, 此外, 腹部鞋长出来半截人形狮骸, 与其相连的头颅上, 包括面部, 都长满了红色的狮毛。 这还只是下半部分躯体, 至于上半部分就更复杂了, 比厉鬼还凶, 难看而甚人。 他的脖子很粗, 满是肿瘤, 连脸上也如此, 每颗肿瘤都有鸡蛋那么大, 而在一些肿瘤上, 更是有腥红的眼睛, 锋锐的牙齿等, 这么密集的肿瘤, 给人一种密集恐惧感。 至于他原本的那张嘴, 都歪斜到了左耳边上, 并且嘴唇缺湿, 露出白骨与牙齿等, 那里缺少血肉, 是头颅上唯一没有肿瘤的地方, 争鸣而射人。 在头顶上方, 有一条手臂粗得白色如虫, 像是寄生体, 又像是真身的一部分, 此虫的尾部扎根在颅腔内, 虫体如如而动, 满是粘液, 从那头顶流淌下来, 腥臭无比。 隔着很远, 就让人欲偶, 令人受不了那种气味。 至于这个人的手臂, 胸部等也都极其异常, 比如多出数十条上枝, 甚至多出来残躯, 像是许多特殊的尸骸, 拼凑在它身上。 旁边, 另外一个生物与之相比, 除却身形略小外, 其可怖的样子, 有过之而无不及, 走到外界去, 足以吓死人。 两个生物不一样, 各有各的特殊形体, 不可名状的形态完全不同。 不过, 有一点是共通的, 那是就恶臭, 丑陋, 负面气息等, 都是最顶级的, 让人不想再看第二眼。 大雨节, 下游这里, 乌光中的强者叹气, 那两头生物都长成这个样子了。 骑行不可以用言语全部详尽地描述出来, 诡异丑陋到极点, 这就是成功闯进大雨节领域中, 但却最终失败, 没有熬过去的绝代强者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想都不用想, 能够跨足这个领域, 不管他们最后的结局如何, 都意味着这曾经是两个精彩绝艳, 可以打遍一个时代无敌手的强者。 可惜了, 最后却落了这么一个结果。 这就是进化路, 真相残酷, 哪里有那么多美好与神圣, 真正走在这条路上, 多尸骨, 多不祥, 多噩梦。 越是到了后来, 道路越艰险难走, 甚至前方直接就是断路了, 再也走不下去, 不然的话, 谁愿意变成这副模样, 比鬼都不如, 生不如死。 无光中的强者, 难得的没有杀以沸腾, 而是很安静, 很有感触地看着那两头生物, 神色有些复杂。 出手吧, 让我看一看你们是谁。 时间太久远, 虽然有杨坚的气息, 但是毕竟很多年过去了, 谁也说不准是否真的是遇到故人, 也许是他们的师门长辈, 也许只是熟人的师骸被诡异寄居了。 看样子, 来了一位杨坚的盖世生灵, 要寻我们的根脚, 不会是故人吧? 一个生物居然开口了, 不再是寂静无声, 其声音很沙哑, 更有一种让人厌恶的特殊精神波动, 被污染成这个样子了吗? 无光中的强者叹息, 混合是万恶源头之一, 是诡异的大本营, 可以污染一切, 究极生物一旦陷落在此, 都可能会成为感染体, 走上不归路。 你错了, 我不是被动感染, 而是求心求变, 主动祭祀, 找到了一条通向浑河的古路, 祈求接受我。 那个更高一些的生物开口, 没怎么迷失, 还记得当年的许多事, 现在的他正在笑, 结果歪在耳边的嘴露出白骨, 再加上满脸的肿瘤, 实在太猙獰可怖了。 无光中的强者毛子顿时收缩, 杀意如天刀, 割裂了虚空, 让浑河顿时大浪滔天, 令整片河岸都在轰鸣, 无数的黄沙飞上高天, 顿时浑饮无数, 被激荡起来后, 哭嚎声响彻这片诡异之地。 还真有这样的人, 本在杨坚生, 却背弃自己的种族, 情愿被污染, 被诡异纠缠一生, 沦落在恶土, 这样的变强, 这样的进化, 有什么意义? 背弃自己的母族, 有朝一日, 甚至还会更进一步地反噬, 你还有什么理由苟活, 死? 这一刻, 无光中的强者出手了, 与之前再也不一样, 冷酷了十倍, 连无光中的眸子都不同了, 化为青金色, 赤声而可怕。 这时, 他探出一只手, 五根指头齐张, 飞射出五种光束, 仔细看, 那是五种开天本源气息, 符文无数, 构建成一种无敌妙术。 五行溯源, 那个不可名状的生物亚义, 他觉得可能是遇上了故人, 因为这是十大无敌树中, 排位在前几名内的妙术。 这种有传承的东西, 其他进化者很难接触到, 都是一族专有, 或者一叫独传。 横族的老族长, 那个生物贺问道, 横族, 号称阳间第一族, 何以获得这种地位? 除了无上呼吸法外, 该族长还握最少两种无敌树, 其中五行溯源就是其中之一, 也就只有佛族与道族能够与之比肩了。 你认错人了, 无光中的强者冷漠无比, 将这一妙术推演到极致, 五行溺宿本源, 直接展现出真正的开天辟地时代的景象, 那种开天的力量浩荡而来。 轰的一声, 他将附近区域的浑河都打爆了, 蒸干了也不知道多少珍贵的河水。 不过, 那个不可名状的生物无惧, 在此过程中早已出击, 那是浓郁的银色光辉, 从他那不祥的身体中倾泻而出, 像是星河坠落, 又像是江海掘堤, 磅礴而浩大, 浩瀚无边。 这是一种组物质, 是被腐蚀, 被污染的浑到本源, 太浓郁了, 它可以对诸天生物压制, 任何生灵都有灵魂, 都可以被它攻击。 所谓的十庙术, 早已落伍过时, 这是魂河尽头记载的无数种秘术之一, 煞, 那个不可名状的生物贺道。 它很强, 魂力沸腾, 组物质弥漫, 当真是要碾压一切有灵魂的生物, 有镇压诸天万界进化者之事。 可惜, 到头来这种可怕的秘术, 也只是挡住了五行溯源, 却挡不住那到随后而来的乌光中, 探出的一个拳头。 轰, 烟砸东西, 也敢跟我叫板连自己的种族都背叛了的不仁不轨的混账, 死。 这一拳惊天动地, 争甘不知道多少里魂河未能太大了, 让魂河上游尽头的铁链声再次剧烈响了起来, 不断砸门。 要知道,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禁锢一切相对来说很难打破什么。 一滴魂河水就蕴含着毁灭之力, 足以抹灭阳间许多强者, 可是现在断河又断魂, 大浪滔天, 打上高空就消失了, 被溶掉了, 都是真正的混沌神奇的魂光在磨灭。 哼, 那个大雨集怪物急速倒退, 想要躲避这一拳, 可是根本就没有用躲避不开, 拳头轰进了不可名状的身体中。 不, 各种腥臭的液体四溅, 那是污染的血, 更有魂河中的特殊物质, 带着腐蚀性, 能够让这种极数的强者成为感染体。 可是, 乌光中的强者无惧, 周身鼓荡, 符文无数, 震散了一切。 不, 这个不可名状的大雨集生物, 惨力地大叫, 它不想死, 要不然也就不会主动入魂河, 投靠之, 都沦落到重景地了, 全身上下人险鬼焰, 结果还要死。 说了, 要弄死你们全部, 自然要做到。 你这种东西, 在大雨集中也是排名垫底的货, 我知道你是谁了, 死不足惜, 凭你没资格号称大雨集进化者, 死。 这个乌光中的强者说话算术, 应有的异象, 一个都不能称之为阳间生灵的恶心怪物, 也配天地交感, 为他而鸣, 都退散。 吴光中的强者很霸道, 直接就是一拳轰向高天, 全部打散, 所有的血雨与焚烧的规则连花等都崩开了, 不见了, 异象消失个干干净净。 死去的强者, 当年是意外得了机缘, 进入大雨集, 虽然是垫底的存在, 但终究也是阳间某一派的开山祖师, 最终沦落到这一步, 弃母足球长生, 此时惨死, 可悲可恨可叹。 吴光中的强者摇头, 怒其无骨气, 哀其大雨露之不幸。 你又是谁? 吴光中的强者, 看向另外一个生物, 很奇怪, 这个诡异的怪物, 刚才居然没有阻止, 始终不曾出手。 两个怪物是一起出现的, 眼前这头居然没有干预这一战, 眼睁睁地看着早些那头怪物被击杀。 尤其是现在, 它居然在略微地发抖, 整具吓人的身体都在颤动。 它太丑陋了, 居然如此让人诧异。 不过, 它绝非是害怕, 应该是一种情绪上的剧烈波动。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它终于开口, 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带着无尽的哀怨, 还有无边的失落, 更有一种期盼, 以及某种难掩的喜悦。 这个是一个女人, 居然是这种态度。 她发抖, 颤颤巍巍, 张开了血盆大口, 想要说什么, 她的心都在悸动, 她冰凉的血都热了起来, 她昔日的情感全部复苏, 她饱含着感情。 可是, 她看了看能自己, 却这么地丑陋, 浑身上下, 从头到脚, 哪里还有一点人样子, 被人看到会受到惊吓。 不啊, 她一声淒厉地惨叫, 捂住了自己的面孔, 不断地倒退, 不断地厚挪身体, 一步一步, 她浑身打战, 无法面对那个人。 曾经的热烈, 往昔的等待与期盼, 还有一腔最为浓郁的柔情, 现在却化作了冰冷, 自怨自艾, 她恨不得立刻去死, 怎么能在这里见到她, 怎么能让她看到如此丑陋的容颜? 她当年可是拥有天下最美容颜的丽人之一, 有好事者给出排名, 她被许多人称之为天下第四美人, 可是现在她还有什么? 诡异, 不详, 恶臭, 丑陋, 曾经仰慕那个男子, 可现在相见, 她竟这样心如刀脚, 血泪都流了出来, 她不断倒退, 一步又一步, 重若千金, 普通一生, 坠进浑河中。 她想死, 她想自觉, 不想让她看到她如此丑陋的容颜, 不想在这种境地下见面。 她有过期盼, 憧憬未来, 想要去看一看她, 哪怕远远地, 在远方张望, 哪怕只是寻到她, 只能默默看着她的背影也好。 可是现在, 一份美好的期待, 就这样被打破了, 她无法接受自己如此的状态, 去面对那个人。 是你, 无光中的人, 知道了她是谁, 连她也没有想到会是她, 曾经那张绝世容颜, 竟会这样, 整个人凋零, 不可名状。 她自然知道她, 其真, 曾经风姿绝世, 如空谷幽兰, 出尘若先, 明艳不可方物。 怎么会如此? 七力地哭声, 在浑河畔响起, 女子痛苦无比, 捂着丑陋的脸, 想要逃走, 想要自杀。 可是, 她又不想, 这才一见面就再次永远失去, 就此离别成为永远。 多少年了, 她一直在苦苦等待, 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她, 当这一天真的出现后, 她却又是如此的痛苦与矛盾。 我找了你好多年, 等了你好久, 我是那么的无助与害怕, 你怎么不见了? 你当年去了哪里, 她哭泣着, 喃喃着, 越发的悲伤, 在相见, 竟是这种境地, 她真的不想如此。 她不在退后, 没有在逃离, 因为见到她真的不容易, 都以为已是永别, 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人间。 今天, 混合前相遇, 久别再相见, 她哭泣, 她喜悦, 她心伤, 知道她还活着, 还在人间, 她激动得要死, 可是, 想到自身, 她又要七创得要发疯。 你, 怎么会这样? 乌光中的男子, 轻声问道, 我不是自己堕落, 我不是为了求生来这里, 当年, 我浑浑噩噩, 不知道怎么就落到了这里。 女子大哭, 这一刻, 她真的悲伤欲绝, 我想死去, 可我又不甘心, 我还想再见你一面, 所以, 我浑噩的度日, 或许是执念地在支撑, 我才没有化作腐肉, 成为乌血。 女子哭泥, 她在浑河前, 看着乌光中的男子, 像是有无边的痛苦与委屈。 她轻语道, 当年, 你的目光从来不在我这里, 我有失落, 有伤心, 可是, 我也不愿离去, 只要能远远看到你就好。 乌光中男子轻叹, 她当年只当她是小妹, 从未多想什么, 而她那时没有挑明过这些。 我想, 我可以等待, 有一天能够与你共行, 可是, 你走得太快了, 我追不上, 我想加快修行, 而且, 你后来娶了那个女人, 是那个女人害了你吗? 你出事了, 再也见不到。 我拼命地修行, 我想早一点踏进大鱼领域, 我要去找你, 我要把你寻回来, 可是, 我还是觉得追不上你的脚步, 太慢了。 后来, 我终于以特殊秘法踏足大语境, 但太急迫了, 我熬不住, 最后在这条路上失败了, 变成这个样子。 齐真哭泣, 断断续续, 说着她的过往, 说着她的急迫, 她只是想努力追赶, 提升修为, 去找她, 去寻到她。 后来, 我浑浑噩噩了, 不知道怎么坠落在这里, 难道我已经死了吗? 只是尸骸中寄存着执念, 残灵, 这才是真相吗? 女子忽然不再哭泣, 她似乎猜到了自己的状态, 自己死了, 所以猜到了这里, 如今只是心有寄托, 还想再见到那个人, 所以还有残灵未散。 齐真, 无光中的男子开口, 他早已没有强势姿态, 向前走去, 话语很柔和, 道, 不要怕, 你没事。 他真的不知道这些, 这一刻他心中有痛, 也有无力感, 再出现, 再见面, 已是沧海桑田。 你不要过来, 不要靠见。 我, 这是死了吗? 只剩下一孩, 这是被人利用。 你, 杀了我吧, 我不想成为污染源, 焚尽我这个污染体。 女子哭了又笑, 而后又大哭, 伤感伤悲。 我见到你了, 我喜悦, 可我也悲凉, 为什么是这种境地下相遇, 我是如此的丑陋, 我要, 走了。 女子落泪, 道, 我心愿意了, 知道你还在, 还活着, 我就满足了。 一瞬间, 他就要解体, 满身都是裂痕, 他想自毁这具遗骸。 不, 无光中的男子阻止, 神光遮天, 将女子覆盖, 禁骨其身, 将他从魂盒中带了上来, 带到身边。 不要阻止了, 成为污染源, 自古从来没有逆转成功的人, 再说, 我早就死在了当年, 这只是我的遗骸残灵啊。 女子笑着落泪, 男子从乌光中踏出, 真身显化, 安静地看着他, 道, 我来想办法。 我不行了。 女子眼中含泪, 身体不可逆转, 发生可怖的变化, 似乎在溶解。 对了, 我想与你一起共砍花开, 他应该还在, 我果然浑饿了, 都快忘记这些了。 说话间, 在女子的心口, 那里浮现一束桃枝, 借着花, 蕾, 含苞欲放, 晶莹而灿烂, 带着淡香。 她是仙药, 花中的绝品, 不为进化, 传说可以带给人好运, 或许就是她庇护我, 残灵不灭, 一直在遗骸中长存。 女子有所悟, 这样说道。 相传, 这是仙王残身, 只留下一束桃枝。 一声轻响, 桃花绽放, 漫天都是晶莹的花瓣, 纷纷扬扬地飘落, 在两人间有一株古桃树虚影, 绽放满树花, 雷, 莹莹灿灿, 桃花漫天, 落在两人身上。 这一刻, 女子的诡异状态迅速衰减, 她居然露出了昔日的真身, 容貌复归, 清澄清国, 所有诡异症状都不见了。 她空明若先, 婀娜挺秀, 可是, 她却又在快速地瓦解, 化成一片又一片的光雨, 与漫天晶莹的花瓣共舞。 保留到现在, 我终于看到, 桃花只为一人开, 女子笑着流泪说道, 朕, 风, 永孤, 男子大吼, 生动天地, 壮弱盖世神魔, 想要留下女子。 最终, 一切都消失了, 漫天花瓣纷纷扬扬, 随风而散, 到头来, 在她的手里, 只抓住一片暗淡的花瓣, 其他都再也不见。 男子没有再发出怒吼, 保持可怕的沉默。 很久之后, 她才平静开口, 道, 世间是否还有帝兵在, 借来一用。 在这种声音下, 四方巨阵, 宛若在号令天下, 各地轰鸣不止。 浑河畔也在震动, 而后远处的黄沙飞起, 河岸崩裂了, 由残中碎片飞出, 轰的一声落在她的手里。 同一时间, 浑光洞外的太阳河中, 楚风身上有一物飞走了, 正是从太上禁地中 带出来的青铜长条块, 疑似从青铜棺上脱落, 现在轰的一声暴鸣, 下一刻向着浑光洞飞去。 浑河畔, 男子手持残中, 握着长条形青铜块, 一步迈出, 就到了浑河尽头, 这里铁链声响震动天地, 那一道门户的缝隙间, 正流淌出诡异的雾碍, 极其甚人。 吃! 男子带着兵器, 直接化成一道乌光, 竟然自那道缝隙没入, 闯进浑河尽头的门后世界。 吼, 你敢! 有野兽般吼声传来, 男子的声音很冷, 它彻底爆发了, 大吼道, 我宰了你们全部。 这一日, 浑河大动荡, 发生惊天大事件。 浑河畔, 依旧残留着淡淡的清香, 仿佛还能看到模糊下去的花瓣, 在纷纷扬扬地洒落, 那是不散的眷恋。 曾有一个女子, 她等待了半生, 追寻了半生, 一声心酸, 为了找到她不顾一切的修行, 进化。 结果, 却是那么的伤感, 凄凉。 桃花只为一人开, 声音虽已消散, 但却饱含着太多。 某种情绪似乎还在, 有无尽的不舍。 可是, 一切终究都空寂了, 什么都留不下。 煞, 无光中的强者, 竟直闯进恶土, 一声大吼, 响彻四方, 震动了天上地下, 让魂河沸腾, 低暗大崩。 她以行动祭奠, 只身杀入门后的世界。 吼, 门内世界, 寿吼震耳欲聋, 天崩地裂, 让乾坤万物都仿佛要炸开了, 那个被锁住的诡异生物在嘶吼。 门内, 昏暗而可怖。 满地都是血, 近处尸体很多, 有被吊死的, 被磨盘碾断的, 在浓重的大雾中, 这里显得极其的妖艺。 远处, 景物虽然很模糊, 但更为甚人。 没有任何话语, 无光中的男子进来后, 直接向着门后, 那个诡异而又恐怖的生灵出手, 强势无边, 哪怕这里是传说中的诡异源头, 万恶之地, 她也毫不惧怕。 她虽然没有对那女子许诺, 不曾呼唤出声, 但是现在刚猛霸道地出手, 却也揭示了她的内心, 怎能无所动。 纵然是心肩如铁, 她也被触动, 眼前仿佛还有那个女子落泪的笑。 多少年了, 她在无助与凄凉中等待, 稀记着。 桃花只为一人开, 终是等到了那个人, 她看到了。 可是, 带着新香的花瓣 与那女子的魂语共归去, 漫天分舞后, 是永远的失去。 又怎能不痛? 她不是冷酷无情人, 现在一腔悲语怒, 化作最为浓烈的杀意, 还要说什么? 唯有横扫了此地。 哪怕是魂河, 哪怕是传说中入者必死, 无人可生还的绝胸恶土, 她也要掀翻, 她要扫平这里。 在她的手中, 长条形青铜块变大, 骑士如山岳般磅礴, 她向前爆裂地轰杀过去。 在昏暗中, 在这片外界无法想象的恶土, 一切都很模糊, 迷雾遮掩, 围见那个生物体格粗大, 整体黑乎乎。 但, 瞬息间, 火星四溅, 那个生物举起手中的铁锁链, 风挡青铜块, 大到痕迹如同波纹扩散, 并且剧烈与迅猛无比, 轰的一声, 两者爆发的能量横扫了门内世界, 导致这里大乱。 门中的生物, 庞大的黑影直接倒退出去, 她带着兽, 行, 哪怕是被那浩瀚的力量砸得倒退, 双笔军裂, 血液飞溅, 骨头茬子露出, 她的双目中也是一片星红, 死死地盯着乌光中的男子。 同时, 地上有各种器物, 残破的车员, 浓缩的星骸, 以及一些混沌器弥漫的智强尸体等, 都跟着横飞, 断裂, 崩碎。 这是一片恶土, 绝世兄弟, 谁敢犯魂和? 死! 那亮枪倒退出去的黑影, 在远处稳住身体, 胸膛剧烈起伏, 而且低吼出了一种野兽般的声音, 能够听懂, 只因其魂面在震动。 她像是在宣判, 闯魂和者形神俱灭。 哄! 无光中的男子, 双目深处, 射出骇人的光束, 现在比这个兄弟的怪物, 还要可怕许多, 猛的一塌糊涂。 没有什么可说的, 她要祭奠, 以魂和尽头的诡异生物为祭品, 为那与桃花共逝去的女子讨个说法。 当年, 是谁让她坠入魂河? 敢这样利用她? 当珠! 长条形铜块, 如同一柄大剑, 刚猛霸道, 横扫过去时, 犹若不灭的山岳轰杂, 打爆时空, 连光阴碎片都被磨灭了, 像是可以定住永恒, 改写古今。 但, 再次火星四剑, 怪物的双臂带着锁链角来, 同那青铜块碰撞在一起, 顿时秩序如海, 神炼万道, 归则星河澎湃。 在此过程中, 这道黑影发出愤怒的吼声, 在她的双臂以及锁链被压得下沉时, 她头上的一根粗大的黑色鸡脚被轰重, 伴着血液, 直接断裂。 鸡脚落地, 像是一座不朽的神山坠下, 砸得整片门内世界都轰隆隆作响, 要崩塌了般。 一根鸡脚落地竟能如此, 沉重的宛若九天坠下, 要压沉大地。 这个黑影咆哮, 愈发的愤怒, 结果她又遭受了更为可怕的一击。 无光中, 男子另一只手中的大中残片震动, 有形的中波宛若洪水决堤, 倾泻过去, 太壮阔了, 无边无际, 光芒刺目, 轰鸣不绝。 黑影怒吼, 整个人被震得翻腾, 浑身是血, 中波如利剑, 四天刀, 破开前方一切阻挡, 将这个诡异生物贯穿, 诬险到处都是, 侵蚀天地。 她发狠, 断裂的鸡脚那里, 荧光沸腾, 魂力如潮汐, 向外涌动可怕的能量, 全面轰了出去, 那是无边的魂物质。 这种魂力攻击, 比之早先魂河畔那个大羽级怪物更强, 更射人, 隐约间, 时空都要被磨灭了。 任何生命体, 有灵魂的生物, 都可能会被这一无上秘书镇压。 可是, 让人震撼的是, 无光中的男子冷静而镇定, 并未受损。 破, 她轻轻吐出一口气, 便轰的一声, 像是开天辟地般, 将那浓郁魂物质震散, 将这一可怕攻击磨灭。 不过, 那个黑影并未后退, 相反星红的眸子冷裂, 阴寒, 像是在残忍地笑着。 这时, 缠绕在她双臂上的锁链, 竟然如同焚烧般, 光滑大盛, 银白之焰璀璨, 锁链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全都炫目起来。 吃, 银色锁链, 洞穿一切物质, 向着乌光中的男子贯穿了过去, 要将她打杀。 最为可怕的是, 锁链上的符号秘籍, 隐约间发出了某种声音, 像是亿万生灵在喃喃祷告, 又像是无尽魔王在低影。 像是要磨灭一切, 锁链上的符纹有不可思议的威能, 像是可以镇压永恒, 在一击之下凿穿万剑。 无光中的男子, 周身符纹无束, 光滑暴涨, 顿时像是立身在一片万法不清之地。 并且, 她手中的大钟残片轰鸣, 神芒撕裂黑暗, 光辉普照十方, 她直接用钟片轰砸了过去, 撞在那条正在贯穿过来的银色锁链上。 但, 两者间, 秩序符纹无束, 像是从那室外垂落下亿万缕神霞, 要毁灭一切。 纵然强大如乌光中的男子, 都瞳孔收缩, 这银色的锁链极其惊人, 坚固不朽, 可与地中碰撞, 可撼动永恒, 这是不灭之物。 泛魂合者, 死, 族群亦要灭。 那道黑影咆哮, 施展魂合尽头记载的某种秘书。 时光宛若不连续了, 空间也紊乱了, 它像是立身在不同的时空内, 许多身影成片的浮现, 将对手围住, 一起出手, 轰了过去。 拖, 巨大的震动声传来, 乌光中的男子用大中残片发出中波, 横扫六合八荒, 并且各种妙术迸发。 拖, 乌光中的男子发狂,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持久战, 很迅速, 在电光石火间, 就打出了惊世的能量。 黑影满身裂痕, 溢出很多血, 它奋力对抗, 用银色锁链封挡, 要锁住虚空。 然而, 这一刻, 它的头颅突然砰的一声, 宛若一个烂西瓜, 被乌光中的男子霸道而无匹的一击轰破了。 浑念沸腾, 愤怒地嘶吼, 响彻门内世界, 这个生物急速倒退, 手中银色锁链, 发出炫目的光芒, 照亮此地。 连它的真身都因此清晰可见了, 它失去一颗头颅, 但是身上却还有四颗头颅, 一颗在肚子上, 一颗在后背上, 还有两颗在左右双肩上。 它果然可不无边, 满身都是黑红色的石毛, 比厉鬼都要凶, 脸上坑坑洼洼, 驱虫在腐烂的血肉中进进出出。 显然, 那是某种不祥之虫, 绝非普通的食服物种。 这头怪物, 满嘴都是獠牙, 粘稠的液体, 不断从嘴里躺落, 它的眼血红而阴冷。 哼, 一声大吼, 它居然血肉如动, 改变形态, 发生变异, 比刚才兄弟十倍不止, 在原有丑陋的基础上, 再次发生不可名状的蜕变。 恶臭扑鼻, 它浑身都半腐烂化, 且身体各部位生长出许多恶心的头颅, 处须, 爪子等, 根本没法看了。 果然是被人圈养的身负锁链, 无光中的男子开口, 那怪物的身上银色锁链的异端, 连着一根特殊的石柱, 它被锁在此地。 擅闯昏河, 死亡都不是你的归宿, 你将如同刚才那个女人一样, 就此昏恶, 永世被奴役。 怪物仇视, 在那里开口, 并且在吟诵某种经文, 它手中的银色锁链, 因此更是进一步光芒大盛, 让整片昏暗的门内世界, 都一片白茫茫, 再也不昏暗阴森了, 可怕无边。 那种声音侵蚀人的生命印记, 让人迷失, 要陷入死亡的魂恶中, 放弃自我。 然而, 无光中的男子挡住了。 这个男人太强大了, 眉心出现一个符号, 猛然射出冲销的光束, 而后焚烧出无边的火光, 足以洗礼时间, 可以净化一切无悔。 此刻的他, 满头发丝乱舞, 目光撕裂虚空, 无比的射人, 混合尽头的诡异怪物, 竟然还敢提那个女子, 让他一枪的怒火与悲戏, 全都爆发了出来。 你, 怪物竟然都有些惊悚了。 你该死, 不可说。 无光中男子有无边的杀意, 如同汉海般的战力恐暴汹涌, 无边无际爆发开来。 涂掉怪物, 灭了诡异, 这是他此时强大不可动摇的心念。 轰, 在他的双手中, 长条形青铜块与那大中残片一同轰鸣, 一同震动, 数十次上百次的轰击向前落去, 几乎是瞬间将那个怪物给打爆了。 这种霸道, 这种凶猛,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直接轰碎诡异之体, 活活震爆了怪物, 惊涉世间。 这里是浑河的尽头, 是万恶之原地, 谁敢涉足, 谁能来这里? 一旦身陷此地, 注定将生死盗消, 永世沉坠。 可是无光中的男子, 却在这里强势无匹地打爆了那个怪物, 让他四分五裂, 无血四剑, 腐烂残快, 到处都是。 后, 怪物嘶吼, 血肉重聚, 再次重组, 一切都是因为那条银色锁链, 将所有的腐肉与污血, 都在线与聚集过去, 使之复苏再生。 无光中的男子无惧, 轰的一声, 眉心的符号再次浮现并焚烧, 无变的秩序, 密密麻麻的规则, 还有许多条大道之链, 在那里组成符纹火焰, 将前方的那个怪物淹没, 怪物惨叫, 不断翻滚, 同时, 无光中的男子震动大钟碎片, 令他暴涨, 重现出一口完整的大钟, 原本缺失的地带, 是由能量符号构建的, 接着, 他另一只手中的青铜块, 也蔓延出能量符号, 构建成一口完整的铜关, 哄咙, 他提着两件特殊的兵器, 一步迈出, 天地都在共振, 都要全面崩塌了, 嗡的一声, 两件兵器宛若两座大山般杂落, 让那怪物都惊惧了, 脸色骤变, 焦躁逃窜, 可惜根本躲不开, 泼, 这一次, 更为霸道, 两件兵器如山岳, 将怪物杂爆, 彻底地没了, 剑起的乌鞋与腐肉, 都在刹那间成为灰烬, 门内世界深处, 又一个莫名的存在嘶吼, 在那里爆发出无量的诡异物质, 它有无边的怒意, 低沉的咆哮, 竟震断了大道的诡计, 万物仿佛都要寂灭了, 它实在强大无边, 多少年了, 竟还有人赶来这个地方, 攻打了进来, 一怒大杀, 这让它暴怒, 叫唤什么, 你也去死, 无光中的男子, 提着两件特殊的兵器, 一步迈出, 就是无尽远的距离, 进入这片世界的大雾深处, 哄, 最终, 它又活活将那个强大无比的诡异生物砸死, 哄爆了, 而后, 在它一步又一步的进逼中, 前后共有六大怪物毕命, 全都是被活活打爆, 惨死于此, 整片世界都安静了, 再无声息, 唯有乌光中的男子, 一个人在前行, 在他的身边, 似乎有朦胧的桃花雨在洒落, 这是他的某种心绪, 他怅然, 又无奈, 还有悲伤, 终究是没有能留住那个女子, 其真, 那个空明若先的女子, 实在有些可怜, 曾经的天下第四例人, 为了找到他, 寻觅他, 焦急苦修, 结果自身不可名状, 又被拘入魂河中, 魂恶于此, 如此的凄凉, 可悲, 他所求不多, 只希望他还活着, 然后一如当年, 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 安静地追随, 他的确活着, 并没有死在当年的阴谋血乱中, 可是, 他那简单的愿望, 却未能实现, 黯然而是, 花开离散, 从此永别, 我掀翻魂河, 打穿此地, 为你而尽, 无光中的男子, 提着两件特殊的兵器, 大步闯向最后的恶土尽头, 最后的声音, 接着我的声音, 电影像是 eso, 赶紧一共同的干預订品,